你感受过什么叫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而我的扫帚只能清扫垃圾堆吗 大家好 我是商业小纸条 今天我以38岁的高龄 做了一次电竞选手的天赋测试 结果怎么样呢 游戏天赋测试 260 为什么我们全身动 平均值是257毫秒 我们直接选手一般是 要求是在150到170 一般像这种2开足的 我们同时都可以做到2 红绿灯测试 我的反应时间是250毫秒 而专业选手的入门 就需要150毫秒 1秒等于1000毫秒 这样讲你可能没概念 举个例子 就像百米短跑 苏丙天跑了9秒 我跑了15秒 听上去好像只相差6秒 但我一辈子也追不上 在国内前三的俱乐部LGD 我跟老中青三代选手展开深度对话 本期视频告诉你 一 选手的选拔有多凶残 二 选手的收入如何构成 三 选手的职业之路有多残酷 这几位选手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如果你常打游戏 对他们应该不陌生 19 打英雄电竞盟的 我现在宗世 王者在韩服只有300个 宗世有700个 我是01年 游戏名Shadow 英雄两个 你作为正式的职业电竞选手 几年时间了 两三年吧 你要成熟一点了 比较老一点 24了 游戏爱第四位装 从16年开始 有五年了 职业选手的生命周期 跟普通人的发展路径完全颠倒 他们一般要在20出头 展露头角 最好能扬名立万 太晚来不及了 24岁以后 随着身体反应速度的下降 他们就面临退役淘汰 没错 他们就是真正的运动员 那么在短短三五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们的收入如何构成呢 薪资就分成工资和游戏的奖金 那比如说你是资历更久 在俱乐部待得更久 或者你赢过的比赛 积累的奖杯更多 那么底薪也会提升 是吗 就看自己的身价嘛 你如果打出成绩了 然后你名气也高啊 就俱乐部呢 给你的工资会会多一点吗 到他的奖金最高的 世界冠军多少钱 几千万美元吧 几千万美元啊 是的 底薪加赛事 然后有的是有直播 有的还有商务 就够生活吧 然后打越高 工资越高 这样子 够生活的一个概念是 我们在杭州买个房子 能够按揭吗 买个小点的 应该可以 那大概就大家猜一猜 不能再往下问了 收入就是底薪加奖金 还有少量的直播和商务 按照游戏的不同 底薪和奖金的比例并非固定 例如 Dota2选手 奖金高 底薪低 一场世界级比赛 奖金高达1500万美金 而英雄联盟选手 则是底薪高 奖金少 因为这类比赛的奖金 本身就少 能够参加世界级赛事的选手 是职业选手当中的 强中强 目前全国的职业选手 大概2000名 这2000人本身 已经是万里挑一 就是我特别害怕 有不好的引导 大家看了这期说 我也要当电影选手 其实他是不适合的 像我们现在当选手 至少要巅峰前100 你必须要有天赋 才能进得了电影选 觉得天赋重要 还是这个努力重要 努力30%吧 70% 七成靠天赋 天赋是最基本的 确实需要天赋的 就是他是一个 不可强求的一个职业 目前要求 差不多也就在一个 巅峰赛前100 国福比较多 又或者说是 可能说是 摆断拳手这样子的 天赋在你 在这个当中 他占了几成的比例 你觉得 百分百 这就是 试试 打比赛就像打篮球 俱乐部会挑选 15个人当中 最优秀的5个人出战 剩下的人 当替补 残酷的地方在于 做了一年板凳 都没有得到 上场的机会 是常态 而面对比赛的 巨大压力 团队配合 临场经验 客场适应 缺一不可 所以当观看 其他体育类比赛时 这些职业选手 看到的和感受到的 与我们普通人 所理解的娱乐 完全不同 说一个参加过的 你觉得比较有分量的比赛 像一些KPL 还有冠军杯 最好就打进世界赛 最痛苦的 就是去年世界赛 没打进16场 就以前就是 看他们比赛 但是现在去想 他们私底下 有付出多少的努力 为了就这几分钟 我很少跟 之前的同学联系了 因为就做电影的牺牲 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跟那么多人相处 打游戏几个小时 大概要玩15到16个小时 15 6个小时 就一把把接着来了 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 别拿你的爱好 挑战别人的专业 也许对于我们 这样的普通人来说